他就會有錢了 他不願意付出 不願意犧牲 是不是 那一樣的道理啊 另外一本最近當中在台灣很紅的書 其實這本書當中其實翻一翻就翻完了 那本書叫什麼 別急著吃棉花糖 有沒有聽過 有 別急著吃棉花糖 其實從頭來只講一個概念 叫做你要成功你要懂得言辭享樂 自律啊 其實他們很多這種書籍當中 講的主觀念都相同 對不對 清奇當中 不是說成功富人跟窮人的差別在哪 富人叫先投資後消費 窮人叫先消費後理財 所以很多窮人消費完再也沒錢理財 他叫先消費後理財 對不對 很多人叫先消費完了就開始理財了 就每天看著煩惱錢到底要怎麼還 然後開始有情緒啦 就越滾越多啦 又有情緒了 就我們所談到 差強的其實是言辭享樂 可是我們發現很多新人當中 有時候我們講說 辛苦一陣子傳銷 辛苦一陣子享受一輩子 很多新人的問題在哪 辛苦一陣子的定義不對 他辛苦三個月就問你說 上線 我怎麼還沒有成功 我已經辛苦一陣子啦 你說這叫一陣子啊 三個月很少咧 聽懂我意思嗎 辛苦的時間不夠 不懂得延遲享樂 其實這一點我覺得 為什麼這本書當中 會造成世界的熱賣 其實很重要的是 現代的人享受主義當道 其實你說這種書當中 在什麼四五十年前 在台灣絕對不會紅 因為每一個人都很聘啊 禮拜天還在做生意啊 然後每一個大家都 就是想著賺錢賺錢 只是現代的人當中 發覺到一件事 反正有沒有先花 而且你知道現在的商業訊息太多 所以當中都是鼓吹消費 廣告很多鼓吹消費 這是我們所談到的 好 這是我們講第八個 最後的部分來說的話 所以我們講 今天學了這些東西 各位回去要趕快去行動 對不對 把握時間立即行動 任何事情當中 開始就會有進度 你只想沒有開始 永遠不會有累積經驗 所以在行動的時候 你會經過一個循環 這個循環叫什麼 現在聽完之後 譬如說 各位現在我們開始聽完之後 回去要衝 衝的時候叫做開始行動 恭喜你 開始行動 馬上立刻遇到失敗經驗 各位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一開始當中 就一定會遇到一些挫折 可是老師要跟各位講 你不做 永遠不知道哪裡不懂 你知道很多新人在聽課 為什麼沒有感覺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沒有遇到問題 所以他不覺得那些東西很重要 很多老夥伴在聽很多東西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感觸 因為對 這就是我的問題 雖然我們有時候在聽課的時候 講到某一點 其實看得出來有些夥伴就 為什麼 他有經驗 他走過 他懂 很多新人在聽課 聽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 重複聽還是沒感覺 因為根本沒做過 你看他講邀約要注意什麼 他聽了 是這樣 為什麼不會有感覺 因為他沒有邀約過 可是有時候講邀約 要避免什麼樣的狀況 對 我之前邀約難怪不成 就是因為這樣 你要有經驗才有辦法來修正 上課才有辦法比對 才聽得懂 很多伴聽課是聽不懂 沒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問題 就像很多上線問下線說 你有沒有問題 下線說沒有 上線一則以洗一則以右 洗的是哇下線好棒沒有問題 優的是 他是不是根本沒做啊 沒有做就沒有問題啊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核心關鍵 所以馬上你就會得到失敗經驗 你才會去想要學習 人之所不足才會學習 所以很多領導者什麼時候突然開始會學習 就是突然有一堆下線出來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帶就會學 很多媽媽什麼時候會學英文 小孩開始學英文的時候 每次問你回答不出來就會偷偷學 媽媽蘋果要怎麼說 蘋果 媽媽那是台語咧 不然我怎麼說 orange 不是啊 那是甘媽咧 Apple 喔 Apple 什麼棚啊 對不對 好 找到失敗的經驗跟學習的時候 接下來你會怎麼樣 才會去珍惜你的上線 跟你的上線 成功的上線導師討論 並且尋找問題解決的方式 尋找問題解決方式當中 立刻調整修正 然後怎麼樣 再開始行動 再開始行動的時候 就會重複當中 又遇到一些另外的問題 聽懂嗎 這邊重複失敗跟學習 各位我們講這個失敗叫過程 它不是真正的失敗 其實應該叫挫折了 嚴格說起來當中 不要用負面當中不叫失敗 就是短暫的挫折 這挫折就是 讓你知道哪裡還不會 哪裡還不會 寧可前面當中 多一點的挫折 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像上個禮拜的 上一期的商業週刊 講的就是講失敗學 他講的就是 怎麼樣在前面 多累積一些經驗 你將來當中 終究會怎麼樣回報 我覺得這個概念 然後重複的學習 重複的學習了之後 當中來繼續失敗 繼續累積經驗 對不對 然後遲到你差不多的時候 你發現 我開始有些成績了 所以有些成績的時候 當中 創造階段性的成功 創造第一個階段的成功的時候 各位稍微停一下腳步 做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已經辛苦這一陣子 還是要適度的獎勵自己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獎勵自己慶祝 我覺得很多伴當中 一種是太會獎勵自己 另外一種是 對自己太苛刻 所以你感受不到 階段性成功的喜悅 尤少老師也講 你的公司如果 一年只辦一次表揚會 你的夥伴當中 9月表揚 10月才生聘 他等到明年9月 再表揚他都已經沒力了 所以你組織要有一些 當中軟性的活動 讓他能夠在當下 即時感受到 那種喜悅跟榮耀 我覺得有的時候當中 人的喜悅是到 沖上一樣東西得到獎勵 那個時候感受是最深的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不要拖太久好不好 你的夥伴當中9月 剛表揚10月當中生病 然後講說我要接受表揚 什麼時候 明年9月 聽老師的概念了嗎 對不對 那你就發覺到一些 等到明年9月 他就表揚完了 哇這次太光榮了 才開始想衝下個拼接 中間浪費11個月 可惜了 拼接勾勒更大 越大的願景跟夢想 你才不會當中 滿足現狀 才會往前衝 然後當中 檢視規劃下個行動的步驟 然後當中 重複上述的步驟 直到怎麼樣獲得巨大的成功 只是我們這個月當中 各位會談的這些重要的方向 那老師下個月當中會跟各位談 那我們一個創業的計畫 從把人帶出來到成交 到業績的產生 該怎麼樣去運作 那這是我們下個月當中 會跟各位繼續談的這個主題 那這個月當中 各位來注意到這邊 我們有課後作業喔 現在我們這一次當中 新的這個講義的部分 梅思老師前面是講義 後面的部分 是我們的實作 課後實作演練 實作演練用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用在 把上課的東西 自己來做檢視 或者做小組討論 所以有一些組織共同來上課 你會後會的時候 各位可以一起來討論這些題目 聽懂我意思嗎 譬如說今天喔 一開始喔 講了十個創業者 跟上班族不同的地方 那第一個我的問題就是 你從這十個裡面 列出五個 你覺得最需要去轉化 跟搶化的觀念 譬如說剛才夥伴聽的時候 有些人很有感受 深刻的地方是在於 我來做傳銷一年多 一直在找尋安全感 找不到 聽完之後才知道 創業者本來就是 永遠的不安全感 可是他學會 怎麼樣跟不安全感 和平共存 各位聽老師的概念 第二個是 但是我覺得聽完之後 我覺得最大的要轉換的就是 我就是在那邊把時間和完 但是和完時間是沒有收錄的 我要做的是做出成果 這樣聽懂我意思喔 那你就可以大概起來討論 我們覺得哪些東西是最重要 或是回去要交夥伴的 這是第一個各位可以用的 第二個是 那有時候你可以把這些題目 用在什麼 用在你的新人教育訓練裡 因為教育訓練有時候當中 不是只有在講 也就是你要讓夥伴討論一些題目 老師給各位這些題目當中 就是你可以讓你的小夥伴小組討論 聽懂我意思嗎 把它用在這兩個地方 然後每一次把它收藏好 等到我們下次發給各位 夾子的時候 各位就可以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當中把它佛得好 然後希望每一次學習都在進步 好不好 是心態歸零不要學習歸零 好那我們下個月 再跟各位進行下面的課程 好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 來 再次馬上進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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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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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